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实话 外拨电话 外拨电话 外拨电话呢 是靠个广播来做的 是吧 首先我建个外拨电话的广播 class 就是out call out call receiver 好 让它继承于 broadcast receiver 是吧 broadcast receiver 好 现在我实现一下充键方法 实现充键方法 等一下我再写代码 先把这个架子先搭建起来 首先我要去创建一些什么的 receiver 是吧 好 receiver 叫做my receiver my receiver 你有一个out call receiver 现在我要把它移到成员面量 移到成员面量 那我在这里面说取消注册 先取消注册 什么咱就忘记了 就是insh的是吧 insh的receiver 就把这个receiver 扔进来就行了 这是取消 取消外拨电话的注册 外拨电话的注册 是吧 取消外拨电话的注册 诶 怎么没有访问到呢 我这个out call 叫做my receiver 没错了 刚才粒子粒子反应之类 好 现在我们做一个过滤的意图 in-time filter filter就等于什么了 new一个in-time filter 好 这个过滤的意图是什么呢 就是外拨电话 in-time.newin-time.action in-time.action 然后呢 new一个out call 出外拨电话 好 外拨电话 好 现在我就可以注册了 就是regist receiver 是吧 regist receiver 好 这个是my receiver 这个是两个过滤器 好 这是注册外拨电话 出此外拨电话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移到一个方法里面了 好 这个是注册 这个regist 是out call 是的 out call 好 写个封号封号写就行了 好 这是注册外拨电话 注册外拨电话 好 注册外拨电话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首先也要干什么事啊 是不是获取你的外拨电话的号码 获取外拨的号码 好 获取外拨号码就是通过in-time.get string extra 不错 然后从这里面找一个常量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啊 call in-number 看能不能找到这个call in-number call number 有没有 啊 更选的 有没有找到number类型了 有个call 靠什么 这是它的意图啊 外拨电话的意图是吧 啊 还有个属性叫做number 它里面有一个属性 是不是这个 for number 是吧 好 准备做一个这是咱们的number 啊 这是咱们的number 首先咱们也是一样的 先给它来个日子打印一下 是吧 看事物生效啊 啊 这里来个number 然后来个打印number number 好 外拨电话要不要全线忘记了 咱们先运行一下 看有没有过错啊 好 运行一下啊 好 把日子先清空 等下看有没有错过 又掉了 再来一下 好 再来运行一下 运行了 好 好 下 好 可以了 然后呢 选择它 好 现在回到主界面 我拨个电话 拨个电话 比如说我拨下这个 call me 有没有日子打印 哇 日子太多了 没打印 啊 没打印是吧 是什么的 这个 即使没有过去的话 我这个广播也应该生效啊 瞬间是没挂掉是吧 啊 我再 挂掉架 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吗 这是系统啊 在这里面 我们那个外拨电话的数据怎么没有 小楼听似他的call idea的状态 那就是 如果 那不没有打印 如果号码取出来 还等一下再不再去 但是这个日子是不是没打印出来 日子没打印出来 说明我这个广播注册的 有问题啊 找到咱们的 奥克的方法 奥克的方法 现在注册RO的call 是不是啊 就这个方法 好 这是RO的call的receiver 这是它的过例图 就是另外一个 RO的call 那如果是权限的话 他应该给我过一个权限啊 那如果是权限的话 有时候权限是不是不过头 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权限啊 打电话的权限 好 ADD一下 普林权 不是打电话 外拨电话的权限 外拨电话的权限 是不是啊 是精心的状态的吧 是不是破口呢 有啊 这个权限已经有了 这个权限已经有了 是吧 是这个FoneState 是吧 Fon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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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用过了 RAID FoneState 那如果那个权限有的话 那就没有权限了 那就不需要这个权限了 把这个 好 call phone的 保存一下 现在我这个广播是否没有生效啊 没有生效的话 找到这里啊 我注册那个广播的一些就是 Action New Altune Call 就是外拨电话的广播 好 好 软件的resale 获利的意图 打一个日子啊 注册外国电话 注册外国电话 好 同时呢 为了让他 嗯 少点日志 我把这个踏距事件 是不是给他撑掉 好 现在已经测试成功了 把这日子都给他撑掉了 好 现在再来测试一下 开启 好 清空一下 好 清空一下 好 应行 好 好 应行成功 好 现在原来再来试一下 开启 开启这个服务 然后呢 我再打个电话 好 好 每日子打印 看一下日子要刷新一下 选中 看 然后看看 怎么还有Touch试验 有的 是不是有注册外国电话 注册外国电话 已经注册了 我 是不是没有收到这个广播啊 看一下 是不是我这个这个代码就行了 那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就是Action 又一个 out going call 那就是我这个广播 reserve方法 是吧 reserve方法里面 优先级 这里没有优先级 打电话 不需要优先级 是不是还是权限的问题啊 但是他没给我报什么权限啊 看一下 我对的话 我这里 看有没有权限 out going call 还是 有有没有了 是不是他报这里的问题啊 out going call 靠这个权限 好 看一样 new out going call 刚才大家没找到 找一下 啊 这里来个add add 一个 new 一个 new 一个 m n m 打到 new n 打到 前面是一个new out going 啊 啊 process p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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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啊 这里 这里是吧 是不是就这个 process 就这个啊 好再来一下 好 这个 这个不错 不一起呢 好 再来试一下 挂弯 好再来运行一下 啊 啊 刚刚运行他又来了是吧 啊 先来看一下啊 好打开 现在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 看日子啊 打个电话 播一下 他没播是吧 他没播啊 播一下 这是不是要刷新奖 很有名啊 好出来了 好现在刷新一下日子啊 看一下 有没有 有 有 空门是不是就有了 好 有了之后 那种后面的活就好干了啊 后面的活很容易就干干完了啊 好 这里什么 是不是查询归属地啊 location 查询归属地 就是啊 诺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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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诺诺诺 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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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可以啊 打开 打开 现在回到主界面 播一个 这个 打一下 是不是有了 一闪 这是接通了 接通的话不就挂掉了 接通就挂掉了 你再来看一下效果 错了 错了 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刚才那个 因为打外国 这模拟器是不是要 你一播是不是就给你通了 是不是散了一下 是不是啊 你在这机上可以测试 因为我在这里一播通 它是不是就自动给我接通了 所以起码可以闪过来了 你打了一下一个模拟器 打另外一个模拟器 哎 这个模拟器比较聪明 这是556 是吧 对 打另外一个模拟器 去试一下 打开 然后呢 这个 返回一下 这个那个 新号码 好 这个是556 是吧 好 打一个 我没接它就直接给我来通了吗 对 连接也是这个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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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试一下 再来测试一下 嗯 你就学腾讯的做法 今天的做法 是就是这个 一通就 就那个了 啊 腾讯的做法 就是挂轮的时候 才消失掉 好 再来测一下 再来测一下 刮掉 刮掉 打开 好 只有结束了 我才弄掉啊 好 再来看 这种效果 打开 开始 好 这时候 跟模拟器没关系了 是吧 好 直接拨打一个最新 好 这个电话 拨打一下 是不是一直存在 是吧 你挂载电话 是不是就消失了 好 这是外拨的 收到的吧